Yoshi,大家好,我是Taka 這是一個介紹日本職棒為主的頻道,希望你們會喜歡 相信看到標題點進來的,會有不少人認為 最強這兩個字是不是太誇張了 但我個人認為,前尾拓野巔峰時期這幾年的表現 絕對配得上最強這兩個字 最近幾年才開始接觸日職的朋友 可能會對這個名字感到有點陌生 今天就來認識一下這位最強的中繼投手吧 前尾拓野 日文名阿沙歐拓野 1984年於艾茲縣的知多士出生 182公分78公斤 是一名右投右打的球員,守備位置是投手 拿過一隻的年度MVP,一次金手套 一次中央聯盟特別賞 聖涯累計38勝21敗 200個中繼點和23次救援成功 前尾從六歲開始就在家中附近的社區球隊 開始接觸軟式棒球 最初的守備位置是捕手 而且一直到高二以前都是擔任捕手 相較於其他知名的棒球選手 從小就有打進職業的夢想 前尾在學生時期真的認為這是遙不可及的夢想 前尾就讀的國中 八凡中學校 甚至還是阮氏族的學校 上到了高中 長華北高校 也不是棒球的名校 是那種 除了地緣關係的人會知道 其他日本當地人八成都沒聽過的那種無名校 前尾在校時的甲子園之旅 最多只打到現代表的第三站就敗退了 你以為只有到這裡嗎? 因為這些學校都太無名了 而且前尾在高中時才轉任投手 沒有投出鬼神班的成績 大學只能進入福祉大學就讀 而福祉大學在大學的棒球裡也是屬於超無名的學校 學校的棒球隊基本上是屬於同好會的成績 在前尾加入前的大學聯賽都是打第三成績的比賽 前尾加入後在他的帶領下一路打進第一成績 前尾的球速也從剛進大學的138公里 到大四十的級速已經來到了152公里 一直到這個階段前尾才有了好像可以打進職業的想法 而他這樣的好成績果然也獲得了職棒球團的注意 當時西武斯還有養樂多隊都表示想要爭取前尾的加入 但前尾在選秀會前說了 如果被中日龍隊以外的球隊選到的話 我會選擇加入社會人球隊的東方瓦斯隊 最終在2006年的選秀會上 前尾如願以第三指名加入中日龍隊 同年選秀會的成員還有田中將大、前田健太、惠澤毅、暗孝之、角中聖爺等人 2007年前尾加入職棒後的第一個賽季就從一軍出發 球隊一開始讓他以中繼投手的身份登板 在4月24日的比賽中中繼一局連3K收下聖亞首勝 後面也讓他嘗試先發的工作 表現也算中規中矩 到了球季後半因為肩膀受傷的關係下放二軍修養 職棒的第一年出賽19場其中5場先發 51局的投球投出40次三陣 防禦率3.53 隔年因為肩膀的傷勢還沒有痊癒 直到6月才歸隊 這次回歸後在中繼上有著很好的表現 也在對上終結者炎賴人際去參加奧運的期間 待搬closer的位置 炎賴歸隊後前尾也進入了勝利組的輪值 開始有了中日史上最可怕的救援防線的雛形 2009年季初教練團再度讓前尾嘗試先發登板 可惜表現不如預期 在7場的先發之後再度被調回中繼 隨後整季出賽了67場 防禦率3.49 到了2010年球季 因為之前中繼的好表現 前尾受到了教練團的重用 先是破了藤川球而連續21場拿下中繼點的紀錄 隨後以47個中繼點創下了日值單繼最多的紀錄 72場的登板也破了對死紀錄 整季12勝3敗 防禦率1.68 WHIP是0.87 拿下最優秀中繼投手賞 81局的投球中投出75K 只有15分的自責分 驚人的是僅僅只有10次的保送 你以為這樣就可以稱作是最強嗎?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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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球季 前一年和前尾一起扛下牛棚表現亮眼的高球聰文 先行被操爆的情況下 前尾再度受到偉大的洛和博滿監督的重重重用 整季出賽79場 拿下7勝2敗 45個中繼點 14的救援成功 87.1局的投球中拿下100次三陣 防禦率僅僅只有0.41 看到這邊如果對這些數字沒有什麼概念 讓我來跟你解釋解釋 日值每年有144場比賽 前尾出賽了79場 等於是每兩場比賽就會看到前尾上場一次 87.1局的投球代表他不是那種只投一人刺的功能性投手 整年度頻繁的出賽只掉了4分的智責分 而且K9值高達10.3 這樣驚人的表現奪下了那年的央聯MVP 成為繼大魔神佐佐木組號後 第二位以救援投手身分拿到年度MVP的選手 專職中繼更至史上第一人 也是目前的唯一一人 近來日值從2005年至今 在中繼上的成績沒有任何人可以超越這兩年的前尾 補充一個小知識 這年前尾也拿下了投手的金手套獎 前尾在下秋處理處級的守備 獲得了洛河監督的高度肯定 為了維持好的傳球手感 前尾在賽前都會到游擊和二壘一起進行守備練習呢 而這兩年的中日也在洛河監督的帶領下 連續兩年拿下央聯的冠軍 兩年都在冠軍賽上打滿7場 但也連續兩年沒能奪下日本一 前尾在2011年總冠軍賽的7場比賽中也出賽了5場 並且在關鍵的第七戰和內川勝一上演了MVP的頂尖對決 這時由內川獲勝 而就這樣在連續兩年超人班的表現下 2012年起運動員的最強宿敵找上了前尾 旋轉機群的傷勢讓前尾引以為生的直球 從最高可以投到157公里 漸漸沒有辦法投超過150 雖然上場投球的表現還是依然穩定 防禦率都不到2 但在投了兩個月後 傷勢爆發就被下放二軍 2012年只出賽了29場 2013年初 前尾入選了今年賽的代表隊名單 但是因為傷勢的原因只能辭退 從這年開始 前尾先後受到肩膀以及手肘韌帶傷勢的困擾 一直在一二軍之間載服載成 球隊當然很希望他能找回過去的身手 但殘酷的現實是 前尾的直球均速逐年下滑 出賽速也是很不穩定 到了2017年 前尾拿下了生涯的第200個中繼點 但這一整年他只在一軍出賽了4場 最終在2018年 投球急速只剩140公里的前尾 智人已經沒有辦法在職棒場上生存了 於是宣布引退轉任球隊的投手教練 前尾的球員生涯就真的像柯流星一樣 一閃即逝 但也綻放了最亮的光芒 這邊來簡短回顧一下 這兩年拿下央聯冠軍的中日龍投手陣容 當時先發有我們的台灣之光陳偉英 還有不動王牌極劍一起 以及洋將尼爾森 牛棚內還有表現優質的小林正人和林木易廣 到了八九局更有前尾和救援王嚴賴人際 幾乎是只要能領先到八局就可以宣布獲勝了 搭配在手背上我個人自評的最佳中線組合 錦端紅河、荒木雅伯還有大島陽平 這樣的防守野球讓中日在2011年 團隊打擊率僅僅只有兩成三七的情況下 還能奪下央聯冠軍 最後還是要幫自己補血一下關於最強這兩個字 有些人可能會認為是2011年的不彈球 才造就了前尾的成績 或是會認為單計90場出賽的九寶田自製才叫強 亦或是2012年到2014年巨人隊的三口鐵野根本完勝前尾 所以說這個最強其實是帶有私人感情的 我認為前尾讓大家看到了只要有一個熱愛棒球的心 不論在什麼樣的環境成長 都有機會能在職棒場上大放異彩 這樣的更新是讓我如此欣賞前尾的原因 2018年中日在前尾和炎賴人際以及荒木雅伯的隱退後 正式退變成一支全新而且非常年輕的球隊 希望能在新任王牌、大野雄大的帶領下 能夠再創佳績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覺得不錯的麻煩幫我按下喜歡 想認識更多球員的也請幫我按個訂閱 就這樣 掰掰